在電子書的部分 我不知道各位你現在有沒有在看電子書 因為我們現在看實體書的時間減少了 其實閱讀時間沒有減少 因為你都拿去看上網 還是在看資訊 只是不見識看書 那電子書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你學習的來源 學習來源 那麼在這裡面呢 有幾家有幾個是有免費電子書 你可以看的 包括了這種 剛剛還沒有跟各位介紹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那他現在有做一個限定就是 必須要是在教育單位裡面的 教育單位裡面的那個IP 才能夠看得到 才能夠看到那些電子書 我們給各位看 那國立公共資訊 資訊圖書館知道在哪裡嗎 在台中 以前叫國中圖嘛 那現在叫做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他上面也有電子書 好那我們先找這個 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雖然他叫做中小企業 但是你不要 因為這樣一個懶得去 他上面其實還不錯 進來這邊之後呢 他其實也有很多課程 你看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 這個是他的一些限戰課程 不只是資訊類的 包括你的財務金融的 然後眾人知識類的 行銷得通的人力資源 還有一個現在很多人 很多學校都有創新育程 上面也有 也有相關的課程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麼這裡比較特別就是 他有所謂的電子書 有所謂的電子書 那我從這邊 你各位看一下 廣大電子書 因為我們學校是 這一個進來的 有沒有 在這邊 這裡有政府出發品 也有什麼 也有他的電子商城 那我現在就直接進到 好你可以看到我們左手邊 有沒有一堆 當然現在這個書的部分 現在稍微比較少一點點 那最近有改版 但是上面呢 還是有很多一些不錯的 你可以有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休閒旅遊 有沒有這個在外面 也會有嘛 那你可以直接在 就選擇直接在線上閱讀也可以 但是要先登附會員 那些登附會員才可以看 好這個我就先取消 所以等於說你可以在上面 就直接做閱讀 當然如果你要用APP也可以啊 不過說真的 我是蠻建議各位 走路還是不要看 比較危險 因為我發現現在地頭組很多 真的 前天啊 昨天 昨天 開車要去學校上課的時候 有一道紅綠燈有沒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女同學 就看到紅綠燈 然後就停在那邊 那就開 手機就開了嘛 就上網了 人家已經綠燈了 後面拿 車子在按喇叭 他也不走了 他那很沉溺在那邊繼續看 就擋在那邊 如果遇到那個 比較胖的 可能說人家都走下來了 好 所以這裡呢 有這個電子書的資源 你可以去看一看 那麼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找一下 就是地方行政免許中心 這裡也有一些什麼 電子書的部分 那我們主要跟各位介紹 就是免費的 免費的就是你比較方便去 直接去做學習的 比較快 付費的當然很多 地方行政免許中心 對 這個 因為他們上面都有很多這個電子書 那你註冊的時候呢 就可以直接觀看了 這裡 進來 好 我往下走 再左左邊 我記得就有一個 好去哪 電子書端去 這個可能要先登入耶 那沒關係 就讓各位同學知道說 有這樣的資源在上面就可以了 好 這一段電子書 不過我先到這邊